主料,五花肉250克,榨菜200克,自发粉300克,香干150克,辅量,油,盐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。 第二,用自发粉两小碗,估计有6两,加温水轴成光滑的面团,盖上保鲜膜了几净净的形发。 调肉去皮去骨洗干净,龙油香干很厚的,用了其中的两块,先切丝后切丁,榨菜我用的小包装的榨菜丝,粗粗的切一下,调肉先切后剁成肉泥,边剁边加入料酒一勺,食盐一茶匙,生抽少许,反剁均匀,将榨菜香干肉泥,在一勺植物油中稍微炒了炒,也更方便将它们拌匀,晾晾,大概一小时后, 面团已经刑发好了,分成一个个剂子,用擀面杖改成中间厚四周薄的皮儿,放上现实料,包成柳叶包,高火开水上蒸下,不像刚蒸锅又油涂抹过,十分钟后,等气自然会落出锅,可以吃了。 烹饭技巧 一,自发粉,不能加热水调和,不然里面的酵母菌会被烫死 二,蒸锅与包子防止粘连,除了土油的方法外,最简单的方法是点上菜叶 三,包子的形状随个人喜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